我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能够解决的事情 不去解决呢 她不是不想解决 她肯定有她自己的原因 小雅都怎么样了 上次听你说完 我都想去医院看看她了 过段时间吧 你不知道 她们这一家子呀 最近真的是心里交瘁的 我有时候去了 觉得有些打扰她们 不过 你没见过小小诺 你如果见了 一定会特别喜欢她的 她特可爱 人小鬼大的 这张说出来的话呀 也特逗 这么好的孩子 希望她早点康复啊 这女的也太绝了 孩子生病找大仙 这都上热搜了这 还有人信这个呢 我看评论里啊 有个人把这女的 人肉出来了 说这女的就是一个恶霸 常年在公司里欺负下属 而且啊 项目丢了 就找下属来顶包 那怎么这样啊 这怎么这样啊 这不是跟咱们公司 那谁一个德行吗 活着都得咱们干 出事了还得咱们顶包 这是世人吗这是 活该她孩子生病 对 就是活该 看这女的长大还挺好看 好看的 什么事啊 说不定就跟 跟你们有关系吗 说的是人话吗 这些新闻都是假的 你谁呀 你干吗呀 你呀 我去趟医院啊 我给你一起去吧 不用 你回东东室等我 这女朋友吗 这女的 晓晓 姐夫 怎么了 你帮我劝劝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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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的声音现在越演越烈 出来起哄编故事的人 越来越多 他们就是欺负当事人 不愿意出来做回应 姐夫 其实这件事情 它不难解决的 只要诺姐可以自己出来 直面地回击 我相信 一定可以堵住那些 网络报名的嘴 我可以帮诺姐发声明 我也可以找正确的渠道 做推广回应 但是诺姐她就是不愿意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姐要是不愿意 就别勉强了吧 为什么呀 不是 我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能够解决的事情 不去解决呢 她不是不想解决 她肯定有她自己的原因 网上这种事其实挺多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 也就冷却了 你姐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师姐 你姐在上大学的时候 她可能没跟你说过 有一天这个女孩自杀了 她也是因为遇到这种事情 她当时站出来回应了 她以为 时代能够改变 但是没想到 愈演愈烈 最后顶不住压力 选择自杀 你姐不回应我 也是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快点冷却下来 你放心 我会在她身边好好保护她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不要给她孤独的压力 我还在送她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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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还要半小时就打烊了 你这样不吃不喝不睡觉 你也回复不了这么多评论 今天一天了 有媒体接待你了吗 丁诺公司你进去了吗 你发了那么多短信 有人回你吗 我知道 但是能怎么办呢 丁诺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可能看着暴力 就这样无止心地蔓延下去 我能忙多少是多少 能回复一条是一条 你帮忙是帮忙的 但你不能不吃饭呀 可以说话呢 走 出宵夜去 去工作室 还回工作室啊 等会儿我